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聊天群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可以 必须要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要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我们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也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朋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住的地区 可以找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各位感恩节快乐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 都充满着感谢 我们感谢我们活在一个和平 有道德 有美德的时代 感谢大自然 让我们有一个像光明之子的总统 领导我们 带领我们促进和平跟世界大同 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 先不要笑 这是我们的 Let's go Brandon说的 感恩节 他也没有闲着 他发现了一个新发现 就是现代的中东战争 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 不管网路上的阴谋论有多多 什么可撒犹太人 还有替代神学 一堆脑残的牧师 跟神学院的那个校长 什么诸 什么什么什么 陈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一堆没有读过圣经 然后断章取义的弱智 认为说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 什么罗斯财尔家族 什么习安无神论回归以色列之类的东西 现在你们有一个新盟友 这个人就是Joe Biden 那在我们开始讨论 你的这个新盟友的策略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目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10月7号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无预警的偷袭 没什么目的 只是为了要杀犹太人 屠杀了上千名的这个平民 绑架了一堆人 里面有很多是去外国去参加一个当地以色列举办的一个吸毒跳舞吧 哈马斯这些变态 在以色列当地7个小时里面强奸女性屠杀小孩 把小孩放在烤箱里面活活的烧死 什么之类的 各式各样很恶心的东西 之后以色列过了几天才做回应 回应的方式就是轰炸加沙地带 之后派了地面部队进去加沙地带 然后过去这几天 有一个双边停火交换人质 哈马斯释放一些人质 换取了以色列这几天停止攻击 那Joe Biden出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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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错了 刚刚这一串的时间点 少了个什么 就是 为什么哈马斯一开始会攻击以色列 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没人了解 没人知道 除了我 Joe Biden以外 听好了 因为我 Joe Biden 差一点 就完成了中东和平了 我听了很多 我们在做G20 一段时间前 我可以通过一个计划 通过那里 说我们将建造一个车路 从里亚达到中东 到中东 到萨兰阿拉伯 Israel etc and all the way up to Europe not the railroad but it'll be an underground pipeline and then railroad the whole idea is there's overwhelming interest and I think most Arab nations know it in coordinating with one another to change the dynamic in their region for a longer term peace and that is what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on 你们都不会相信我的 但是真的 我真的差一点就把和平带到中东了 差一点就和平协议都签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相信我 但是只有我知道是真的 我就是那和平之子啊 那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吗 OK 而且他说的是真的吗 前一个总统 川普总统签订了亚伯拉罕协定 Abraham Accord 四年没有任何新的战争 真的在中东得到了和平 得到的其实是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快要签和平协议 还是已经签了 中东和平 然后开始签和平协议 然后歼灭了ISIS 伊朗重新的顺服了 停止核弹研发跟试验 叙利亚乖乖的 伊拉克乖乖的 全世界的坏人 想要滥杀无辜 想要利用平民的这些政府 全部都很安静 而且非常的Cautious 非常的小心 因为没有人知道川普会做什么事情 你说川普是一个最爱好和平的鸽子吗 但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情绪很不稳定 随时有可能发动战争 见面所有美国的敌人的人 答案就是这两个都是他 川普是一个权力反战的领导者 就是共和党那些好战派 什么Lindsey Graham Mid Romney Mitch McConnell 这些假的新右派 自称是保守派 觉得所有东西都应该用武力解决的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川普 这个政治层面的新人 以为可以利用他再度成立这个美国霸权主义 结果川普一上台 就攻击小布希 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 然后当这个Millie General Millie 说要跟伊朗开战的时候 川普说不可以开战 但是你说川普是一个完全和平主义吗 好像也不是 他让John Bolton 可以当他的国安顾问 John Bolton是谁 他就是一个大概是从他出生以来 就想要轰炸伊朗的一个 好战派的一个深井兵 所以川普到底是谁 一个好战派吗 还是一个和平主义人士 答案就是他两个都是 这个世界没办法完全了解他 在他的带领下 在他的领导下面 美军跟这个装备还有训练模式全面的升级 军工业的设施也大量的增加 唤起了美国人爱国的心 穆兵是全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四年 但是他却跑去跟金正恩握手 普丁在他面前也跟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一样 乖乖的在那边坐着 而就是因为川普这个样子 让敌人没办法确定的方向的政策 让整个世界变得和平很多 甚至让中东签订了和平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 拜登的方针则是让全世界大乱 东欧乱成一团 西欧到处都是抗议 各位如果可以看一下 有兴趣的话看一下爱尔兰最近发生的事情 中东战争爆发 阿富汗撤退行动 让整个阿富汗回到20年前 死了13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伊拉克跟叙利亚的美军基地也在被恐怖攻击 北韩蠢蠢欲动 中国蠢蠢欲动 Joe Biden就像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那种 东北的男的就是那种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在当下的话 我就这样这样这样 我告诉你啊 阿兵来降党水来吐烟 或者是像台湾那种小主管 OK 当下你不会这个样子做吗 你这个样子做的话 不就会怎样这样这样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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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堆事后诸葛 然后好像什么东西交给他 都一定没有问题一样 但是 当问题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永远不在 那就算在当下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然后平常就是 平常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方针 没有任何的方向 所有东西都只是假设而已 但是川普不一样 他真的去做了 他去完成了 他真正创造了中东的和平 他不用在这边说一堆什么 假设 OK 亚伯拉罕协议就在这个地方 我很讨厌政治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物 都是像拜登人一样的 OK 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 如果我做这个样子 如果是我执政的话 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是我掌权的话 就一定会怎样 如果是参众两院都听我的话 就一定怎样怎样 如果最高法院没有怎么样 怎样的话 我就一定会怎样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只是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而已 只是一群没有用的人冠冕堂皇的 在政府里面掌权 然后用他们的权力 骗纳税人的钱而已 今天把川普跟拜登拿出来做比较 我还想要强调另外一件事就是 川普的行为跟作为 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要学习的 现在保守派分成了两派 特别是哈马斯 这个以哈战争之后 一边要全面的和平 叫以色列马上停火 一边是要跟以色列在一起 歼灭以色列的敌人 我只是拿这个做比喻的方式而已 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一个男人 一个好男人 是不能两边这样子倒的 身为一个男人 你是要随时准备的 而且有决心的 要使用武力来制服你的敌人的 但是身为一个男人 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控制你自己 想要用暴力的欲 想要使用暴力的欲望 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掌控 我们自己的本能 我们的欲望 我鼓励所有的人持枪 然后保护自己 所有的人有能力来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家庭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 来控制自己的怒气 控制自己的欲望 神给我们自由 就是让我们有能力 来控制自己的 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耶稣 是一个和平之君 充满着爱喜乐顺服 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耶稣 却是一个绝对不妥协 充满着荣耀 彻底的不允许邪恶存在的一个君王 他同时是祭坛上的羔羊 同时也是犹大的狮子 我们基督徒的目标 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才可以每天变得更像耶稣 不是什么都妥协 什么都以和为贵 放弃自我 以为这是牺牲的爱 而是面对死亡跟压迫的时候 我们选择不逃避 为了真理跟神的国度 可以大声地说 我们去耶路撒冷 耶稣为什么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同时又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因为他同时是百分之一百的羔羊 同时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狮子 他从来不听任何的阴谋论 从来不被什么可撒犹太人 真假犹太人 哈马斯 以色列那些东西影响 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 我们如果是耶和华军队的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必须变得更像耶稣才可以 不然我们就会变得跟拜登一样 认为盖一条铁路从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盖到沙烏地阿拉伯 就表示他促成了中东的和平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你们不会相信我 但是是真的 我真的 OK Bad act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